YAMAHA從剛開始辦理的初衷 我們就一直設定在快樂踢球區 所以相信這15年來 其實已經變成是國內 在國小階段的孩子 YAMAHA是變成是他們一個 必須要參加的一個比賽 這15年一路走過來 其實我們看到在國內 在小學生的足球的整個領域上面 都有很大的進展 特別是我們在這幾年 我們也開始讓整個YAMAHA的賽事 再升級 我們三年前開始了一個MVP的制度 那在去年我們其實也開始 把家長這個應援的概念 把它引進來了 每一個成功的球隊 其實背後都有很辛苦支持的家長 辦理杯賽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同時成立了我們自己 小朋友的一個足球隊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小足球隊的凝聚 可以讓我們公司的員工的感情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夥伴之間的感情 可以更加凝聚 那一直到今年我們把主題帶回來 讓夢想起飛 邀請在過去15年來 曾經參加過YAMAHA CUP 也或許已經在國小階段 到國中高中階段 甚至於在國內的足球場上 曾經參加過YAMAHA CUP的學長姐 一起回來 給我們小朋友一個期許 在踢足球的這一塊 可以讓夢想起飛 在國外其實在學校也很喜歡 足球、籃球、什麼球都喜歡 他們真的會放很多時間 還有一定要孩子 一定要學什麼球都可以 就是必須要學球類的 可是我發現在這個YAMAHA CUP 他們真的很會想到孩子的感受 我剛剛跟我女兒 那邊也是玩一些踢球的遊戲 她一直叫我回去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真的很開心 還有一些獎品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這邊也是很整齊 就每個孩子就感覺到 可以跟父母一起玩 真的很溫暖 YAMAHA在辦理這樣子的賽事 其實是屬於ESG的其中的一環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整個賽事上面 可以有更進一步對於社會 對於環境有更友善的一些貢獻 所以從今年開始 無數賽事的概念把它放進來了 比如說我們今年的總決賽 第一次嘗試奉茶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希望把整個YAMAHA的賽事 慢慢把它導向一個 對環境更友善 是一個ESG的一個方向 持續去發展